就可以画的很轻松的就画 轻轻松松的画 这种树不是那种很有特色的 不是很有特点的 比如说我们在画一幅画里面 很多这种杂树 就可以这样画 这样画了以后 在每棵树的叶子给它区分一下 就可以画一种树 这样就可以成为一棵树 但松树它就跟它不一样 松树它的气质它是固定的 因为大家都认识松树是什么样的 所以要给松树有个不一样的感觉 它那种气质挺拔苍老 那种感觉画出来 还有就是我们常见的 还有就是柳树 柳树和松树一样 它这个特征 个人特征比较明显 就是它那个人长 比如说像人一样的 长得比较特别 就是固定的形式 大家一看就知道这是柳树 柳树的枝也是一样的 柳树是比较老的 柳树的树干也是比较老 柳树 是这个柳树的时间画 柳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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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柳树 那我们在画的时候 它这个 柳树的枝 它就是垂下来的 换在这 换在这 这是柳树的桿子 长在这个地方 根用绿化 把这个掉断掉了 这个发出一个新的 这样发出来一个新的 柳树枝 它是比较长 比较挺的 比如现在发出来 这边要粗一点 尾巴是短一点 你看 它这个枝是这样挺的 过去的 然后到这个地方弯下来 是这样 然后在这个地方 这里面可能会发 越来越细 然后垂下来 这会用 细一点的比 有机会 你们可以再找一些柳树零本 试试 它这些枝 你看 用力的线 有力又挺的线 但它这个力和这个树干力是不同的 树干是力是比较稳重的力 它就垂下来 这样 有树就是这样垂下来的 叫垂柳 然后这里面就花很多 你也会坏叶子 坏柳树叶子 那这里还会发一只 再垂下来 这样都可以 你也不先 要路了 坏地